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巨人的院子 每天下午,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总会到巨人的院子里去玩耍 巨人的院子又大又美,地上铺着柔软的绿草 美丽的鲜花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样点缀在草地上 院子里还种着二十棵桃树 春天,盛开着粉红色的花朵,很是美丽 夏天,累累的果实更是惹人喜爱 鸟儿们在树上幸福地歌唱,孩子们则倾听着那美妙的歌声 在这玩儿可真令人高兴呀,他们高兴地喊道 一天,巨人回来了 巨人曾去找一位住在景色秀里的城市柯林的精灵朋友 并在那儿住了七年 七年之后,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再没什么可聊的了 于是巨人便回到了家里 他回来一看,自己的院子里有许多孩子在快乐的玩耍 你们都在这干嘛 巨人这么一喊,孩子们一下子全被吓跑了 这是我的院子,谁都知道这一点 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在这个院子里玩耍 气恼的巨人还在院子周围立起了高墙 并这样写道,对于进入此院者,以盖严惩不待 于是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乐园 他们试着在马路上玩耍,可是那儿垃圾太多 而且到处是小石子,总搬来搬去的 所以马路不是玩耍的好地方 放学后,孩子们常常在巨人家高墙的周围 一边溜达一边议论说 在那里玩的时候多有意思呀 过了不久,春天来了 大地上到处盛开着美丽的花 鸟儿们也在欢快地歌唱 可是,巨人的院子里仍然是冬天 孩子们不来玩,鸟儿们就没心思歌唱 树儿们也忘却了开花 一次,美丽的花朵从草中探出头来 可是,一看见那块告示牌 就同情起孩子们来 随即又缩回土里睡大觉去了 但是,也有喜爱这个地方的 那就是雪和霜 春天好像已经将这个院子遗忘了 那我们就可以长年待在这儿了 雪展开她那白色的大衣 覆盖在了绿草坪上 霜则把树木都漆成了银色 他们还想把北风邀请来 于是,北风围着厚厚的围巾 整天席卷这个院子 结果,烟囱都被吹倒了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 把冰雹也叫来吧 不久,冰雹也到这儿来玩耍了 每次,他都要在巨人的屋顶 嘟嘟嘟地敲打上三个小时 结果,屋顶的瓦皮儿几乎痊碎了 冰雹兴奋地使出所有的力气 在院子里奔跑 他穿着灰色的衣服 吐出的喝气像冰一样冷 为什么春天还不来呢 巨人坐在窗边 眺望着在白雪中打着哆嗦的院子 现在也该暖和了呀 但是,春天,夏天 都不曾光临这个院子 秋天给所有的院子 都带来了金色的果实 却什么也没带给这里 那个巨人心眼太坏,太贪心 秋天说 只有冬天一直停留在巨人的院子里 任凭北风,冰雹,还有霜和雪 在树林之间来回跳舞 一天清晨 巨人醒来时听到了一段美丽动听的音乐 它是如此的美妙 巨人猜想 一定是皇帝的乐队经过这里 其实,那不过是一只小红雀 在窗前吱吱地唱歌 巨人的院子里 已经很久没有鸟儿的歌声了 所以,对于巨人来说 那歌声简直就是这世界上最优美的音乐 这时,冰雹停止了跳舞 北风也不再咆哮 一缕醉人的春风透过敞开的窗子飘过来 现在,春天终于来了 巨人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从床上爬起来去看窗外 他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 孩子们从墙上的小洞钻进了院子 搭坐在树枝上 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小朋友 见到孩子们回来 树儿特别高兴地展开了花朵 并在孩子们的头上温柔地摇摆着长臂 鸟儿们盘旋在周围欢快地歌唱 花儿们从绿草坪中探出头来微笑 多么美丽的景象 但是,在院子的一个角落还残留着一点冬天 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里 他太小了,爬不到树上 所以,只有围着这棵树转来转去 呜呜地哭着 这棵可怜的大树上还覆盖着霜河雪 寒冷的北风还在上面盘旋 哎,宝宝快上来 为了这个小孩 大树尽量压低身体 可是,孩子实在太小了 看着这一切,巨人的心软了 哎,我过去真是自私 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春天不来这里 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孩子举到树上去 还要把这院子变得和以前一样 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他真的后悔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了 就这样,他从楼上下来 悄悄打开前门,来到了院子里 孩子们一看见巨人都非常害怕 急忙逃跑了 院子里又恢复了冬天的景象 但是,在树旁哭着的那个小孩没有跑开 因为他眼里起满了泪水 没有看见巨人出来 巨人悄悄地走到他身后 把他举到了树上 树上立刻又开满了花 鸟儿又飞回来在树上欢快地唱起歌来 小孩伸出胳膊搂着巨人的脖子亲吻了他 这样,别的孩子也知道巨人不再可怕了 于是他们又回来了 春天也和孩子们一起回来了 孩子们,现在这个院子是你们的了 接着,巨人用大斧子把围墙拆掉了 从那以后,人们经常能看到 在一个最美丽的院子里 巨人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景象 孩子们在那玩了一整天 晚上都和巨人道别 可是孩子们 那个和你们一起来玩耍的小东西哪儿去了 就是那个我举到树上的小孩 巨人问孩子们 他很想念曾亲吻过自己的那个小孩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孩子们低头回答道 你们要是见到他 一定让他来玩呀 拜托了 巨人说 但是孩子们都说不清楚 那个孩子住在哪儿 而且,以前也从没见过 巨人听了很是失望 放学后 孩子们经常和巨人一起玩 可是,巨人再也没有见过 那个自己非常想念的小孩 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友善 但还是很挂念 第一次与他亲近的那个孩子 唉,能再见到那个孩子该多好呀 真想见见他呀 巨人常常谈起那个小孩 几年过去了 巨人变得年老体衰 已经不能和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的玩耍了 于是他就坐在转椅上看它们玩耍 我的院子里开满了美丽的鲜花 但是孩子们比这世界上所有的花都美 一个冬天的早晨 巨人正在穿衣服 他望了望窗外 现在,他已经不那么讨厌冬天了 因为他知道冬天是春天冬眠 花儿们休息的时间 突然,他用双手揉了揉眼睛 又向外面看了看 真是奇怪呀 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树 那上面开满了白色的花朵 金色的树枝上 还结满了银色的果子 树下站立的 正是巨人想见的那个孩子 巨人高兴极了 赶快跑下台阶 横穿过草坪 跑到了那个小孩的身边 但是,当他靠近小孩时 巨人气得仗红了脸 到底是谁这样伤害你 那个小孩的双手 有两个钉子的痕迹 小脚上也有两个 是谁干的 快告诉我 我不会轻饶他 巨人大喊道 不,这是爱的伤痕 小孩回答说 你到底是谁 不知为何 巨人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惧感 不知不觉的 竟跪在了那个小孩的面前 你曾让我在你的院子里玩耍 今天,我带你去我的院子 那儿就是天堂 小孩微笑着对巨人说 当天下午 孩子们又来到巨人的院子里玩耍 他们发现 巨人躺在一棵大树下面 已经停止了呼吸 身上盖满了洁白的花朵 并不是每个人 我从显坑的 我就会